到目前為止 蕭玉輝失聯已經超過5天 5月30號 臉書專頁《南方傻瓜關注群》發文說 5月27號下午 蕭玉輝從惠州惠城區的預所被警方帶走 還有多名網友同時被捕 貼文說 一名獲得保釋的網友說 被捕原因和他們所在的微信群組裡 有人轉發一人一信就香港的信息有關 蕭玉輝也轉發了訊息 這名網友說 許多網友因轉發香港事件的訊息被拘留 全部統一被拘押在惠州市的園通橋派出所 拘留3天之後就會被送走 但不知道送往何處 當地警方也透露 蕭玉輝的案件 是由廣東省政府曾經跟進處理 大陸民眾薇女士說 凡是轉發香港事件 和疫情信息的網友 都會被國保和公安找上門 那麼你居然成立了這個微信平臺這個網絡 那麼你就是跟老微信不是多看事情 多瞭解外面的世界 多瞭解社會的那個事情 普通的事情嗎 為什麼都要封別人的號 為什麼都要打壓別人 要關別人呢 薇女士說 她只是轉發了一張港警騎在女孩頭上 和把一個小孩打得頭破血流的圖片 微信就被封號了 大陸民眾胡先生說 中共末日恐慌 瘋狂刪帖封號封網抓人 胡先生說 他因為發帖聲援香港 40個國保 公安和便衣到他家抓他 兩會期間僅僅是維穩控制他一個人 當局就給保安人員開了15萬元的工資 還不算上其他的費用 中共人大5月28號表決通過了港版國安法後 《蘋果日報》發起一人一信就香港活動 呼籲全球公民寫信給美國總統川普維護香港自由 川普5月29號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政策 並制裁危及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員 蕭玉輝市巴林後 廣東惠州人 長期關注計畫生育政策 協助家長處理二胎兒童戶口 社會撫養費徵收等問題 2016年 他因1萬多元的信用卡費 被警方以詐騙罪刑拘9個月後 或判緩刑 並被禁止出境 新唐人記者長春 李韻 李佩玲採訪報導